Hello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下我眼中的德国留学和法国留学 那我本身是在2014年到2016年在法国和德国留学 然后在2016年底拿到了法国埃克斯马赛大学和德国卡尔斯罗沃理工大学的两个理学的硕士学位 然后从2016年底到现在我就一直在德国在工作 今天想从12个小方面来稍微的比较一下法国留学和德国留学 给予我自己的经验和看法 那首先呢去法国或者德国留学都会有一个入学签证资格考试 那德国呢就是叫APS 考试呢是你拿到管是德国留学签还是法国留学签非常重要的一个考试 那我是德国的这个考试和法国的都考了 我德国的是两次没有通过 法国的是一次都通过了 我觉得我自己的感受是法国的比德国的要简单很多 法国呢他问你大学所学的内容不会问的很细致 德国呢是真真正正的看你的知识点有没有掌握得到 在国内有一个朋友他是德国亚琛大学毕业 然后去京华读博的这么一个人 然后他最后现在是在审核部当这个考官 所以你可以看到德国的这个APS审核是多么的严格 再相比于法国的呢 法国的就是他只会问你一些比较表面的一些东西 不会太虚扣比如说这个公式这个是什么意思 或者说你解释一下这个原理是什么 没有这么深的内容 这是基于我自己的经验啊 第二个呢是学费问题 那大部分法国和德国的公立高校 是不受学费的每个学期可能有那么100多欧 这个样子的注册费或者说学杂费 那德国的巴登福腾宝州是从2017到2018冬季学期开始 向非欧盟的学生收取每个学期1500欧的学费 第三点呢就是生活花销 我觉得生活花销其实差不了太多 如果你去法国最贵城市和德国最贵城市 我觉得差的也不是那么多 我在法国和在德国都是住的宿舍 就是我是学生的时候 法国的话他会有房补 补完了房补一个月宿舍大概也就100多欧 然后德国是200欧这个样子 我觉得生活上的花销其实是差不了太多的 第四个呢想说一下学术氛围 这只是我自己的主观看法 我觉得德国的学生更刻朴一些 或者说学术氛围更浓郁一些 包括德国学生他们会有 他们自己的一种学习方法 在德国呢不管什么时候去图书馆 都可以看到很多就是在用工的学生 在法国的时候呢 我记得当时我们是上午三个小时的课 下午从两点开始三个小时的课 所以午休呢我们就一般在学校里随便逛逛 因为那个校区里我们的宿舍非常非常远 就很不值得如果再回宿舍 然后下午再来 所以一般中午就在学校的图书馆 图书馆的中午还会关门 就算他关门的前一个小时 然后也没有什么人在里边看书 但是德国就不一样 德国的图书馆大部分时间都是很满的 尤其是考试之前 必须要早上六点多就去站坐 不然就没有座位 所以这一点来讲 我觉得德国的学术氛围 是我非常欣赏的 再顺便说一下他们的教育氛围吧 我觉得德国呢 它就是一种平民教育 可能大部分学校之间的差距不是很大 法国呢就有一种精英教育的这么一种氛围 下一点呢说一下就业 就业因为我本身只是在德国工作过 然后没有在法国工作过 我听说的只是我身边的朋友 或者说网上的数据 那有数据表示 德国留学生的就业率比法国要高 原因有两点 首先呢本身去法国留学的更多的是 学习精管类的文化传媒这一类的 来德国留学生的更多是学习理工类的 身理工类的就会比 这些相对于有点偏文科的 或者说艺术类的就更好找到工作 其二呢也是因为 法国留学生的女生的比例会相比较高一些 在德国留学生里呢 男生的比例稍微高一些 那本身大家都知道就是有就业歧视嘛 所以说这么一算下来 在德国的各生的就业率会比在法国的高 然后呢我想谈一谈语言的问题 我们先说英语吧 英语的我自己的感受 包括我在法国德国住的时候 包括我出去玩 遇到的德国人法国人 平均水平德国人的英语 肯定是要高于法国人的英语的 因为我当时在法国的时候 我的法语非常差 然后我就经常在超市里问人这 问人那包括去银行办事啊等等 很多的时候 基本上大部分时候 我觉得就是没有人可以跟我用英语交流 就是我跟他们说英语 他们用法语回我 就是这么一种感觉 但是在德国 我没有遇到过一次 就是说对方完全无法用英语跟我交流 没有 包括我去外边玩 经常有那种非常年轻的法国人 就是我们觉得可能年轻人的英语会更好一些 但是也没有 比如说我住青旅的时候 有那种上大学的那种女生 她的英语也是非常差的 所以这里我的个人经验是 德国人的英语平均水平 肯定是高于法国人英语的平均水平 当然我们不说个人啊 肯定会有说英语好的法国人 和说英语差的德国人 我们这里只说平均水平 然后呢我想说小语种 就是法语跟德语 法语和德语呢 她的名词都是分性别的 法语呢是阳性和阴性两个性 德语呢是阴阳中三个性别 但是我感觉呢 德语要比法语简单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德语的 它的发音规则非常的规律 法语呢它会有吞音 为什么我们觉得 很多人觉得法语非常浪漫 因为它很连贯 就是它会把上一个词词尾 跟下一个词的 开头给它连起来 然后有一种那种乌鲁乌鲁的 那种特别浪漫的那种那种音调 但是就是因为它把这个音给连起来了 所以就很难理解 但是德语不一样 德语呢它有什么音 你就得发什么音 我个人的感觉 我觉得德语是比法语要简单的 下一个说说 跟学习没有什么关系的吧 就是他们的时尚程度 这一点呢是法国远高于德国 我在法国上学的时候 我没看见一个女生 就是在校园里的其他法国女生 我没有见到一个人有背过双肩包 他们所有女生都是背一个这种 就是胯包 他里面装多少书 装多少本 有多成 他都要背一个这么的胯包 但是在德国就不一样了 大部分人都是背一个双肩包 然后后边插着一个水壶这个样子 就好像那种学霸的形象 但是在法国 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生 背双肩包在学校里 然后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 就在那个地铁里 早高峰的时候 我就看到所有人 大冬天的没有人穿羽绒服 我这个有点夸张 肯定是有人穿 但是一眼望去 全都是穿那种泥子大衣 不管男女 真的是超级帅 超级时尚 我第一次去巴黎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我土豹了 但是后来到德国之后呢 就觉得这里挺好的 不管你穿什么都无所谓 然后我也是 后来到德国上学的时候 我就被穿在帽 因为大家都这样 就无所谓 然后德国人一年四季 基本上都是冲锋衣 其实我觉得一年四季 穿冲锋衣挺好的 我也才来德国之后 买了好多冲锋衣 我觉得特别方便 下一个呢 想说一下 这两国家的一种文化氛围 或者说人文性格这方面 我觉得法国呢 是更浪漫主义一些 然后相比于德国 更懒散一点 或者说更随意一点 不拘小节一点 德国呢 就是非常的严谨 务实 然后比较严肃 下一个呢 要再差一点 我在法国半年 我自己本身差点被偷 就是在公交车上 我的包我就这样背着 然后我就觉得后边 有人就我马上要下车 然后我觉得后边 好像有人在急我 一开始我以为是人多 后来觉得有点不对劲 我又回头一看 我已经看到那个小偷的 他手已经在我的包里了 如果我再回头晚一秒 他就已经把我的钱包给拿出来了 就我一回头 他要赶紧把手给抽出去了 就是这是我自己的经历 我差一点就被偷 然后我的同学 有一位是在逛那种市场 就是露天卖菜 卖水果那种市场的时候 他的包也是这种单间包 直接就被飞车党被抢走了 就是光天换日之下明抢 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 他是在火车上 他的行李箱被人直接拎走 都是在光天换日之下 然后在法国 因为我当时在南法嘛 会有非常多的 从北非过来的移民 不管是几代 就是真正正正正的 纯粹法国人非常少 德国的话呢 虽然这几年也是有这个难民问题 但是至少我在德国 五年我没有听过 就是我身边的朋友 有过这种被抢劫啊 这种的经历 所以我自己的感觉 我觉得德国还是更安全一些的 当然了 不管在哪个国家 哪个地方 你都要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全 不是说在德国 你就可以十分的大意 最后一点呢 想说一下罢工的情况 我觉得法国的罢工情况 还是更严重一些 因为我有经历 我至少三四次 就是直接从学校 要走回市区的住宿的地方 大概要走一个小时 这个样子 这个呢可能也是分时间段 有的时候罢工就特别聚集 有的时候就比较分散 所以这个也说不准 反正这两个国家都会有罢工 但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了一些 依照于我自己的经验 我眼中的德国留学 法国留学是什么样子的 肯定有很多人 有不同的看法 大家合理讨论 我可能之后会录一个视频 关于就是我的这个游学的经历 为什么我可以两年之内 在法国上学 在德国上学 然后还拿了文凭 其实我当时可以选择去巴塞罗那 如果我去了巴塞罗那 就是我最终可以拿三个文凭 但是最后我没有选择去巴塞罗那 那关于这个游学项目呢 可能以后再开个新的视频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希望这个视频对你们有帮助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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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